星期六的早上大家好吗 我现在人在纽约 今天的心情很fashion哦 用光带你听设计 聊生活走向世界 欢迎收听UNO Live光听你说 我是主持人UNO 赖宇农 您收听的是 POP RADIO联播网 北部FM91.7 台北流行广播电台 陶珠苗FM90.7 好听广播电台 哈喽大家好 我又在纽约了 纽约有很多不同的面向 大家知道的 那我今天其实要特别拉出来的 这个纽约的面向呢 是一个比较潮流的 就是比较时尚高端的 如果有在纽约生活过的人 可能会知道 其实纽约有一个 很受欢迎的一个活动 叫做Restaurant Week 就是这个叫什么 餐厅周 那所有的这些餐厅 大大小小的餐厅 大到这种米其林餐厅 小到就是可能你家路口的那个餐厅 他们都有可能会加入这个活动 那那个活动就是 比如说他会专门推出一个菜单 或者是可能推出 本来是一个700块 一个晚上的一个套餐 那天晚上可能只要200块 你就可以吃到这个套餐 那我知道的很多 我纽约的朋友 其实每一个人都非常非常的 着迷于在Restaurant Week 就是你可以去吃遍 整个纽约最好的 最有名 最潮流 或是你平常完全订不到的餐厅 就是在那周的时候会打开 那其实在纽约这个地方呢 就是除了美食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艺术 艺术这件事情呢 其实在纽约也是一个 非常非常多元的发展 而且呢 在纽约看这个展览 其实最让人家觉得 很兴奋的一点 就是他其实并不是 单纯 比如说把这个艺术品啊 画就是挂一挂 通常都会有一个主题 比如说这个主题呢 他就是末内的一个 比如说他的这个青少年时期 然后他就会有一个 这个青少年时期 特别的一个展览 比如反古的这个晚年 或是反古的向日葵 那可能就全部用这个主题去发展 然后变成是 尤其像现在的话 如果现在大家来纽约 可能就会有一些 再小一点艺朗 他会有一些电子的 就是比如说有一些 比较数位型的这种展览啊 展览的方式会出现 好 所以呢 我觉得在纽约的生活 真的是还蛮多彩多姿的 就是有吃有看有玩 那么当艺术遇到餐饮 会蹦出什么样的火花 这个很耐人寻味哦 而且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 介绍的这个特别来宾 就是当艺术上的餐桌 会是什么呢 好 我们今天请到的特别来宾呢 是可口创造的策略总监 林怡君 那这个林怡君总监呢 其实在前一阵子非常非常火红的一个活动呢 叫做艺术家餐桌计划 你可以想象就是用吃的把毕卡索的话吃进去吗 我当时开玩笑的 我们并不是真的吃毕卡索的话 但是呢 可口创造 用毕卡索做一个主题 然后呢 创造了一顿晚餐 那你可以在这个晚餐的过程之中 了解毕卡索的风格 了解毕卡索的生平 甚至把毕卡索的那个画 原画重现成一个餐厅 然后你坐在毕卡索的仿真的那个场景里面 吃着当时他们吃的东西 是不是听起来非常的酷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特别 很潮流的经验 而且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我觉得就算在纽约在台北 在东西 他都会非常非常的成功 那所以呢 在台湾的听众朋友其实很有福 在台湾就可以吃到这样的一个 艺术家餐桌计划 而且呢 跟大家报告 就是说这个艺术家餐桌计划呢 之前非常非常成功的 有了毕卡索 那后来他们其实陆陆续续 还有在推出其他的 而且在后面还会再有一些 更有趣的艺术家 他也会把他们策展成是这样的一个晚餐 好 所以呢 我们今天要访问的呢 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有创意的团队 到底是谁想出来 就是把毕卡索做成是一顿晚餐 那所以林一军呢 他本身呢 其实之前也做过了非常多的事情 而且他创了很多不同的公司 其实都是跟广告传媒相关的 甚至呢 他的另外一间公司是做这个 就医再利用 就是比如说有一些fashion的这些衣服 重新再利用 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 充满了很多的惊奇跟创意 就是我当时看到这个毕卡索 这种艺术家餐桌计划 我就想说 哇 背后这个人一定一定非常的有趣 所以我们今天特地把它请到节目中 来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当艺术放上餐桌 这样的创意是怎么来的 那我也迫不及待想要知道 那你下一个艺术家是谁 好 那我们进广告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们就要来跟可口创造的总监林怡君 畅聊一下他的创意 跟他的这个艺术家餐桌计划 欢迎回到 Uno Live光听你说 我是主持人Uno 赖云农 今天我们在现场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可口创造的策略总监林怡君 Vicky 哈喽Vicky你好 哈喽Uno你好 你好你好 第一次知道Vicky好像刚刚我们聊了一下 这顿晚餐 我就可以读一下这个艺术家的生平 是这样的概念吗 是 这件事情其实背景是做内容的角度 那做内容 因为现在做内容很孤单嘛 就是大家其实比较没有那个专注力去深入读一些内容 然后可口想要推动的就是希望说艺术走路生活 然后让生活里面充满艺术这样的角度 所以选了一个最平时的就吃这个方式去切入 带领大家可以很轻松 然后很愉快的去领略那些艺术故事 对这个我非常认同 因为我们其实采访了很多艺术家 包含有表演艺术的 包含有创作 其实我们认为就是在生活里面的各种的体现 其实才是艺术最好的一个归宿 那的确就是其实生活中的各种体验里面 其实吃饭是最重要的 每天都要吃饭 所以如何透过吃饭去体验艺术 这件事情在你之前做这个壁卡索的时候 可以跟我们比较具体的聊一聊 比如说壁卡索的哪些东西把它拿出来变成餐桌吗 好 那我们在计划这个事情的时候 当然刚刚有讲到目的嘛 就是原先最initial的目的 然后所以那个阅读其实是很重要的成分 所以我们在计划每一个艺术家主题的时候 其实是经过团队不断的 就是去挖掘艺术家本身各种角度去看待它或者是故事 那在那个合作的团队里面其实不是只有我 就是说我是这个计划主持人 其实里面有计划有编辑 然后我们还有食物设计师 然后在最初步发想的阶段都会去共同的研究讨论 那以这个壁卡索的主题来说呢 其实当初食物设计师提出了一个脉络 我们大家就马上一拍即合 就是因为我们其实读了很多壁卡索的故事 其实大家都是从他不同时期的创作风格来切入 从什么粉红时期啊蓝色时期啊等等的这样 那其实如果你去Google 因为壁卡索是一个大家都认识的艺术家 如果你去Google很容易就可以找到这些文章 所以我们其实可口都一直希望我们可以有一个不同的切角 来讲同一件事情或者有不同的角度可以带给大家这样 然后当时提出来的就是从壁卡索他的创作材质来切入 因为壁卡索他就是一个非常有能量多产的艺术家 是 对所以当时是用创作材质来切入 懂所谓创作材质 我记得好像他就是的确他在创作上面 比较大胆的用过不同的颜料跟材质 是类似像这样子的方向 因为他其实大家可能比较熟知的就是 那个时期当然很多比较有分量的艺术家其实都是油画 然后油画他就有很多风格 所以我们在设计这个餐宴的体验的时候呢 每一道菜其实对应他一个他的创作材质 有很具代表性的 例如说立体主义 或者是他也捏桃 然后所以我们其实也有跟当代桃医家合作 去呈现他的桃作 然后另外呢 其实还有一道菜是从他的食谱书里面找出来的 对 其实他是个对吃非常挑剔非常讲究的人 我相信 所以其实也有菜是从他的食谱书里面发想 然后再由现代的厨师再去重新呈现 然后还有像里面他结构 结构是他很重要的呈现 就是他那个作品 公牛 因为牛对西班牙人有很重要的意义 是 然后甚至还有 嗯 他其实在那个时代 他就有跟大师致敬的作品 是 就是而且还有点Kuso大师的作品 这样 所以其实我们从这个角度切入 其实想要带给大家的是 毕卡索之所以这么多产 之所以是毕卡索 或者他可以这么成功 他是当时在世艺术家就非常有钱 有享受到他的创作财富 因为很多艺术家生前都是没有的 像长玉就是饿死冷死的这样 是他死了以后作品才有那个价值 那我们其实分享这个角度就是说 因为例如说他里面有版画作品 像我们有一个菜是龙虾 其实是从他版画龙虾里面发展出来 那因为在当时如果你画一幅画需要很多时间 那如果你什么都是自己画 其实他很难会流通 很难会成名 对所以这是我们在规划故事的时候 觉得说他这么多元发展的材质运用或形式 造就了他可以有这么多的作品留下来 跟这样的流通性 我刚才非常享受就是看总监Vicky 就是其实你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 眼中都放着光 我其实下一次我会很想要参与你们的团队 就是比如说你在剖析 或是在研究一个艺术家的时候 这真的是一个艺术的饗宴 而且这个饗宴不是只是看 你是可以吃可以碰得到 而且就像你讲的 是把那个时候的一些元素 包含他吃的东西 包含他创作的可能性 才就还原到餐桌上 所以你其实是透过一个 很不经意的方式去了解 或者去穿在这个艺术家的鞋子里 去想象那个时代的画面 我觉得这好棒 那这个的创作过程 下次一定会邀请你来 好这个整个创作过程 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很棒的分享 这是一个策展等于说 其实是 然后那其实 讨论过程我们也是满享受的啦 其实坦白讲是不断不断的去Polish 然后 但是实际执行的时候也是很多困难跟挑战 因为其实餐饮业尤其 这个呈现方式是比较偏Find Dining 那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视细腻度 然后需要很多的人力 然后需要 有一定的 就是成熟的技法 去support的 我这样讲的只是菜哦 其实里面还有场景 因为场景里面的参加的成员 就可能有视觉设计 可能有花艺 然后我们有食物设计师盘器 或者是文章 就是这些成分 都是必须去整合在整个 餐宴的体验里面的 我刚刚正想问就是 所以在这些的过程中会 跟就是来吃饭的人解释 比如说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东西是什么 哇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展览 然后包含场地在哪里呢 那时候 呃我们第一个推出的作品的话 其实是就毕卡索嘛 然后是在叶玉清老师的私宅 因为很幸运 那个时候有这样一个很特别 穿越时空 然后非常有底蕴的空间 让我们去发挥这个故事 叶玉清老师是台湾 呃一位室内设计师 然后他的私宅 那是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空间 好所以从选空间选菜 然后选橙色到 哇这整个是 所以我们错过了 这个毕卡索已经结束了嘛 对不对 后来其实在毕卡索之后 你们又做了一个贵妃的 对不对 所以就会找不同的艺术家 然后再继续的去做这个 艺术家餐桌的这个计划 到目前还做过哪些 就是做过了贵妃 贵妃宴 然后还有去年的主题是 举哈斯法国的文学情欲女教主 对哇那这个我可以完全想象 那个画面是那种情欲流动 然后一些很重的颜色 还是一些很强烈 反差这样子 可以跟我们聊一聊举哈斯这个吗 因为是说用一个三部曲的方式 去呈现是吗 到举哈斯呢 其实我们定义是 我们艺术家餐桌叫Cousine C U Y S I N E 那当初取这个名字的时候 其实Cousine 其实是古法文的菜肴 他的拼法其实是古法文 哦你是用了法文的古评法 因为我们一开始切入这个题材的时候 是从法国左岸的艺术家 开始去发想的 对所以那时候才选了一个这个词 来当成这个project name 这样 然后贵妃宴是1.5号作品 因为贵妃宴是我们在那个阿拉美颂 就是叶老师的司宅里面 遇到的一个伙伴 就是One Three Hill 他在那边筑点做茶餐会 然后因为他们最有名的下午茶 就是贵妃下午茶 哦 对然后只是说他做的是 从食物的角度切入 其实在到我们手上的时候 其实我们想要研究的是 从阳贵妃去看唐朝的艺术 或者诗词 还有书法 这个当时的背景 然后以及那个社会 很重要的文化背景 其实某一个角度是 唐朝是女性 就是中国历代来女性地位最高的 甚至还当了皇帝 对啊 那个其实是中国历史上 已经再没有出现了 所以你说举哈斯那时候的空间 是用在哪里 其实举哈斯的生成又不太一样 是我们其实事先规划故事 就是把举哈斯这个人的生平 破成三段 然后就是他年少的时候 其实是在越南出生长大 然后那里也形塑了他很重要的记忆 跟他对感情的看法这样 然后接下来他就回到了法国 就是在经历二战的时候 他就回到法国 那个其实是一个战火喧嚣的时期 所以他经历了结婚生子 然后很多的作品产生 他还为了救他的老公去当了纳粹的情妇 对然后到晚年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叫悬而未决的激情 就是他身体已经老了 可是他其实还是充满了热情跟渴望 就是在他老年的时候 哇听起来真的好丰富好精彩 我们现在在现场访问的是 可口创造的策略总监林怡君 Vicky他在跟我们分享 就是有一个这个艺术家参桌计划 在前两年的时候非常的火 然后他们做了这几个 包含做到菊哈子 那接下来还有没有新的 这个艺术家参桌计划 我们还可以参与 我们尽管要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Uno Life光听你说 我是主持人Uno 赖宇农 今天呢在我们现场的是 可口创造的策略总监林怡君 Vicky 哈喽Vicky你好 Uno你好 其实我们刚前面聊了很多 关于这一个可口创造的 这一个艺术家参桌计划 其实每一个我都好想去词 是有对外营业的吗 是我们每一次推出艺术家参桌的时候 会post的两群客人 就一群其实是比较foodie的媒体 或者是 就专门报道美食的 有一场是会这样 然后另外有一场呢 其实是会针对当代艺术家 所以每一次的艺术家参桌 其实都两场 因为其实这个想法呢 主要是希望就是 也很向往 以前在那个沙龙时代 大家可以在餐桌上做很多创作跟思想的交流 边吃饭边喝酒 可是有很多思想在这个地方产生 对就会在这个悲观胡影之中 就会产生出来 很棒 所以才会host的一场是艺术家场 其实主要就是希望 大家可以有这个机会 可以交流想法 那我迫不及待想要知道 那今年的这个快闪 就是这个艺术家参桌计划 还会继续吗 会 我们给自己的期许 因为其实坦白讲 我们在规划艺术家参桌的时候 其实是动员公司里面蛮多的人力 然后跟时间资源 因为在投入一下餐桌的时候 其实当然会分掉我们 去做一些商业经营的案子 但是我们给自己的任务是 现在一年一定要做一个主题出来 去延续这件事情 那可以跟我们偷偷透露 如果是今年做的话 可能会是哪个艺术家吗 我们其实今年早选好了是FREDA 就是大家一致认可 就是墨西哥非常有故事 然后非常强烈的艺术家 对他的画作都很强烈 然后都是自画像为主 就是你刚刚提到那个 头上会画自己有一些花 对吗 你说他的整个生平 是很崎岖坎坷的 因为他的故事很精彩 他的创作也传达了他个人的故事 通常就是在生活里面遭遇很多的 不管是不顺利也好 不是坎坷也好 他的生活的体验 可能比别人更深刻 他创作出来的艺术作品 就可能会更感人 那这个的菜 哇我会很期待耶 这个的菜会是什么样 我现在也不知道 因为我们还在 就是我们在规划艺术家参说的 第一步其实会花蛮多时间 是先梳理脉络 不断的去讨论梳理脉络 然后找到一个我们觉得 很好讲这个故事的切入点 然后再去发展 不管是整个主题或实物设计的概念 或者是场地场景 乃至于跨界合作的这些创作者 还有就是要给到宾客的那个体验 都会是包含在整个plan里面 就是像我们每一场活动都有 音乐艺术家帮我们选曲 然后我们选出来的曲子也会提供QR Code 让客人带走 所以他可以把歌单带走 那其实今天聊了太多这个餐桌 这个艺术家的餐桌 因为我对于这个计划就是 第一个当然你们的动机非常棒 就是希望大家透过生活的方式 去认识艺术 那第二个就是这个呈现的方式 我觉得那个画面的想象力太好了 那但是你其实自己本身是四十 四十几岁以后 四十三岁之后才开始创业 然后你觉得这种创业的时间点 跟年纪有什么直接的相关吗 这个时代因为蛮创业潮的 或者与其说创业潮不如说 很多都是想要个人工作 因为他不想要在机构里这样 那你也可以称之为创作 其实就是很个人工作者 比较像个体户这样 其实我按照这个时代的潮流来讲 我真的是高龄创业 可是我自己是觉得没有不好 是四十三岁创业的时候 其实当然在某一个领域的累积 或者是人脉或者是经验 各方面就有一个基础 所以在开始创业的时候 其实也比较 我觉得很容易去建立这个发展的基础 去一步一步的往自己想象要做到的程度去做 那为什么四十三岁创业 其实没有为什么 只是说因为可能一直有一个想要自己创业的想法 可是就是没有发生 没有实现 那有时候可能被很多事情耽误 但你说哪个年纪是最适合创业年纪 在你决定的时候就是最适合创业的年纪 哇这句我要把它金句quote下来 但是你讲的时候我其实我非常的有共鸣 是因为我其实常常讲 以前的话当然男生女生有差别 但现在其实没有差别 然后第二个就是所谓现在的 很多人讲就是现在的三十岁就是new 20 所以四十岁就是new 30 那我常常跟我的员工讲 我说其实你在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 你其实在累积一个专业 但到四十岁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一个动力 就是你要不然就创业 要不然你就是在体制内变成是一个比较高的主管 或者是合伙人 那我觉得从四十岁开始才是真正专业的爆发 因为在前面就是像刚刚Vicky讲 你都在累积嘛 你有很多的人脉很多的资源 所以我觉得四十岁是一个创业最黄金 或是最棒的年纪 是因为就像我们看到你的这个餐桌计划 就是如果你在三十岁创业 你可能不一定有办法做出这么精彩的作品 可是恰恰因为是 你已经在一个很有资源的状况下 所以我觉得这个作品就会让人家觉得很有共鸣 那公司还有做哪一些其他的事情啊 本业是brand agency 所以就是整合行销公司 然后整合行销公司 我们其实大部分是做国际品牌的公关跟VIP活动 还有社群经营 那其实这个基础很重要 因为我常跟大家分享说 如果没有过去二十年 就是这些品牌 他们提供的预算给到我们去做marketing的practice 你今天就很多计划是不是workable你就不知道 对所以其实因为那个是实践嘛 就是说想法可能每个人都可以有 可是问题是你有没有实物操作的经验 或者你有没有那个机会可以真的动手去做 那我其实我觉得那个是品牌提供给我们累积出来才有那么一点know how 而且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对不对 其实这些国际的大品牌还有两个事情 一个就是通常国际大品牌 他们有很多的条条框框 就是你要满足他们的要求是很难的 第二个就是他们邀请来的VIP 那也不是什么等闲之辈嘛 所以你等于是用这两个的练习 就是包含比如说 怎么把这个产品做到最好 跟你要满足这种各式各样 就是可能要求很高的客人 所以可能这个艺术家餐桌 或者是你现在做的其他的这些作品 如果说是可以开放给群众的话 其实我想一般人应该是可以很直接的就感受到这个品质跟高度 对就被你看透了 就是说其实事实上是我们一直在帮品牌VIP去操作一些活动的时候 累积的不管是深度或是细腻度 其实这一点是比较难从表面上看到的 所以其实艺术家餐桌是open to public 因为通常VIP活动其实是只服务到很少数的人 所以我们其实是用了这样的形式 但是想要提供的其实是那个艺术故事的这个背后的本质 那我快速问一下 因为我知道你其实同步还有另外一间公司是做这个 永续时尚废弃布料在之可是废弃布料基本上我们用的是生产前废弃布料 它根本没有变成产品 等于是在生产的那个时候本来要被浪费掉的布料直接拿回来再做成事 但是它是没有被用过的 懂懂懂所以它并不是二手的了解了解 但是这个也很重要因为它其实就是永续的一环 因为你就在生产的过程中把这个浪费减少掉 但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也是跟我们的生活跟体验艺术也是有相关 为什么就是刚好你在创这几个公司 你好像对于这个美或是艺术或是把艺术带进生活特别的着迷 你是有什么特别的契机吗 嗯其实是我觉得应该是自己心里有向往艺术 我是跟别人说我做可口其实是我是高年级实习生 是艺术的高年级实习生 那每一个人接近艺术有他的方式 我修我的艺术学分的方式其实就是想要把可口做好 然后因为可口推出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线上内容 那你为了做这个内容或者我为了让这个平台可以活下来 我就必须投入嘛 对所以因为为了让这个平台可以活下来 所以才发展艺术家惨作 那其实是有一种困兽之斗 也没有到那么惨 但是因为中间其实是就在思考到底怎么样可以survive 因为现在其实媒体的生态很不同 我觉得创业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破釜成舟啦 就如果说今天我要做我就是必须把它做好 就没有回头路 比如说我只有全部投入跟不要做这两个选择而已 所以也会想要问问看你就是因为毕竟我现在听了觉得很安慰啦 就是说我至少知道这个艺术家参作计划应该是有机会一直延续下去 因为你有其他赚钱的方式这样 对因为他其实后面的business model还是我们做客制的品牌内容 对其实所有的商品的核心对我们来讲都是客制品牌内容 Either不管是线上或者是实体或者是设计成体验或者是visual 其实我们真正的业务范畴是这样 好 所以我们今天在现场呃 采访的特别来批呢是可口创造的策略总监林一军Vicky 那他其实之前有一个非常棒的这个计划就是叫做艺术家参作计划 带着群众因为透过吃饭体验场景进入到那个艺术家的生活跟了解他的课题 而且刚刚有跟我们偷偷的透露今年的呃艺术家入选就是是frida 这个frida应该也很值得大家去探索 所以知道就是呃Vicky他其实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呃相关的产业 我相信这个今年还是会继续做 然后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就有福了 就是你们要抓紧要跟紧啊 就是说因为他每次出来都是只有一两个月是吗 对 提前去抢 因为很辛苦 没有没有就是因为在规划或执行的时候 坦白讲是还蛮辛苦的 所以其实我们并不是要开餐厅 就是说其实也是通过这个计划去传递我们想要实践的这个价值 好吧说到实践的价值 那就呃我们进广告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呢想要再跟呃Vicky聊一聊就是还有没有什么呃你觉得你想要再去实现的生活的这个价值啊这个应该是有很多是有趣的事情你想得到的我还没有想到那我们进广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Uno Life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Uno 赖宇农 今天在我们现场的特别来宾是可口创造的策略总监林怡君Vicky hello Vicky 你好 Uno 你好 Vicky刚才自己很谦虚说他是那个高年级实习生啊因为他43岁的时候才创业但是创业呢其实一系列就是每一集都是精彩初级啦因为包含可口创造我们刚才前面聊了很多这个艺术家的餐桌计划 你刚才说你其实毕卡索这个一开始做的时候也是做到很辛苦对因为就第一个当然是求好心切就是什么都想要做好像毕卡索呃后面其实加入了很多成分都是因为觉得怎么样可以把它做到最好就是这样做应该是对的或者是一定要把它做好的这个心态其实是不计成本的 刚才讲说毕卡索这件事情一做完之后你就知道是对的你为什么是什么感觉其实没有一做完就其实是一做下去就知道了因为其实我几乎每一场都会去我会跟除了我host的媒体跟艺术家之外其实我会收到很多的feedback 因为我们也毕竟办很多活动所以从客人的反应回想就会知道说那这件事情有没有符合当初要做这件事情的宗旨 就是怎么样让大家艺术可以进入生活或者像我们每一次的艺术家餐桌主题除了那个原本脉络的故事之外其实会延伸写8到10篇跟这个主题有关的文章 然后如果今天客人来他用餐之后才会对这个事情感兴趣的时候他会愿意去做更多的衍生阅读 哇那这个真的是有达到你原本的目的 对 那像这样子让艺术融入生活的想法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计划想要去做的 嗯像这件事情因为在这个宗旨底下一定还是会持续做 就是如果你说还没有什么想要去做目前的想法就是把现在挑起的这些事情呢怎么样可以好好把每件事做到位 就是或者可以做得更细腻更有深度 哇哦OK所以我觉得这种四十几岁创业家真的是不会放过自己啊就是要把自己逼到死 不会其实我是真的还蛮享受做这些事的所有过程 但我有在一个另外一篇专访有看过你讲过就是说梦想就是要去做才有意义就是想没有用 所以你其实是这方面最大的实践者吗就我我确实是比较行动派 但是因为就是行动派有时候也是会头破血流是是正常的但是他会好 然后像刚刚就是雨农我提到就是说哎好像三间公司听起来厉害 可是其实我那时候三间公司同时发生的时候其实我有一小段时间觉得要做这么多事已经不是享受 就是变成压力了其实我是不会喜欢把做事情变成是一种压力我会想要做好 可是我更想要好好享受做这些事的过程这样 然后其实在那那个时间呢就有一次我就看到一篇文章因为我有跟一些朋友分享 就是其实是一个不搭嘎的对象或者是提出来的一个小店的老板的concept日本人 他就讲说他的原则就是不赢不拒不敬不遂这样 就是不要迎合别人也不拒绝来找你的任何机会 然后也不跟别人竞争也不跟随别人的脚步 OK讲得真好 对所以后来我自己就会觉得说比我们厉害的人 其实坦白讲大有人在每个人本职学能不同 然后过往的脉络不同能做出来的事情就不太一样这样 那就是好好的去整合自己学习和心知向往的地方 然后就继续坚持这样 好吧那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可口创造策略总监林怡俊Vicky来到我们现场 然后其实我觉得从你身上一方面 当然我很想去参加那个餐会 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听了也非常的向往 就如果可以去吃一餐用这种很轻松的生活方式了解一个艺术家 这是一种很新的阅读方式 但今天Vicky的这个访问里面也让我们看到了很多创业 也包含这个做事情或是说想要把一件事情做到尽善尽美的一个坚持 我觉得做事情的方法这件事情也是我今天在Vicky身上看到的 我觉得很棒好那今天谢谢Vicky来到我们现场 也希望有机会还可以再看到你其他的作品 谢谢谢谢大家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Vicky来到我们的现场 对于Vicky的这个艺术家参作计划有兴趣的朋友呢 也欢迎上网去追踪跟查询哦 那我们下礼拜六早上11点同一时间 空中再见拜拜